朋友们 浴室的磁窗都已经让我贴完了 接下来就是厕所的磁窗 这一块是水泥的 是原厕所的位置 就从这块线这么过来 外面就是铺的地板 但它地板底下是这个木头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石木地板 它只是个木头 然后刷的漆 感觉像是这样 你看这个颜色在这呢 很明显 然后墙面呢 上面我们第一遍抹平先弄好了 当然还会有第二遍 一楼厕所我都已经整体贴了磁窗 那二楼呢 我不想整体贴了 我也想像德国风一样贴一半 我觉得还可以吧 我刚开始来德国的时候 我们租那个房子就是一半磁窗 我就觉得 哎 这为什么要贴一半磁窗不贴整体呢 我就很油啊 这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啥 但我觉得吧 还挺 还稍微好看一点 那我就打算二楼的厕所贴成德国风 现在地面已经都清理干净了 准备要贴地砖 贴砖呢 我还是要先从门口开始贴 因为它到最后时候会有个小碎砖 要放到后面 从这一块开始往那边捋 然后转一圈再这么过来 这个地板是木头的 但是磁窗照样可以压在顶上铺 然后再放到后面 刮这个缝的时候要跟地面的缝交叉 点花椒 擀来 现在这一块有差距 因为这块这个气 这块到头了 还要把银子放在里面 切成小细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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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面瓷砖都已经铺完了 大家看我这个已经热又热又累 我是从下午三点多钟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七点半多 总共是大概四个小时 我把地面这些砖铺完了 因为它太厚了 打起来特别费劲 而且拿钳子去摆瓷砖也是非常非常费劲的 那总算都整完了 我先在我家这个二楼的阳台 给大家录一下最后的结尾 因为屋里面已经黑了 看不见了 点赞 有什么想说的记得留言给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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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